在处理全球性议题时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逃避责任 在中国的文化里 我们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现实时 我们所有人已经成为对自己生存的最大威胁 作为中国地区的代表 我加入了绿色和平2009年的北极科考 我叫于欣 来自中国北京 大家都叫我费时 我们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们一起 考察全球变暖 对格林兰地区的冰川影响 从格林兰岛西岸的西西米特登上极地曙光号 我们一路向北 穿过纳尔斯海峡 直奔北半球最长的漂浮冰川 比特曼 在几周内 那里预计有超过50亿吨的冰块 将落入海中 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们 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在这里 都必须要挑战后世的海滨 乘翻船横行 有时甚至会被困上几年的时间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 很快就开始发生 纳尔斯海峡里根本看不见海滨 实际上从去年夏天到现在 海峡的海面没有冻结 这是自三十二年前 开始有当地天气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所以我们穿行海峡四百五十公里 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因为大量使用化石能源 地球的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热 越来越不稳定 这正引发全世界更多更频繁的极端天气 和自然灾害 清洗所有的国家 影响每一个人 在中国 我们的能源百分之七十来自燃烧煤炭 由于对煤的过度依赖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我们世界第一的人口 也正是全球变暖的最大首海群体 北极是对全球变暖最敏感的地区 在这里冰川正迅速融化 格林兰的冰盖在缩小 海滨在消失 野生动物正失去它们的家园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 对可再生能源的推进是决定性的 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年12月的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达成有效的共识 那就几乎不可能阻止 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突破1.5摄氏度的极限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这突破一旦发生 大规模的饥荒 物种灭绝和人类迁徙 将发生在我们孩子一代人的身上 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应对全球变暖的领袖大国 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